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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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保持贸易往来 作为一座应开放而新的城市 近年来天津江改革开放先行区 作为城市发展的第一定位 持续丰富口岸服务功能 提高通关效率 海陆空多点开化 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 在稳住中国的外贸基本盘 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展现担当作为 2022年8月 天津口岸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计算的 进出口边境合规时间分别为31小时和49.39小时 比2017年分别大幅压缩了76.1%和42.7% 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 让天津这一国际重要贸易口岸城市更具吸引力 2022年天津口岸进出口2.01万亿元 同比增长21.1% 好于全国13.4个百分点 其中天津口岸汽车 动品 飞机进口全国第一 平行进口汽车继续领跑全国 占全国进口总量七成以上 辅着全国平行进口汽车消费市场 天津市经开区 获批国家企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王兰庄国际商贸城 获批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在全国率先实现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理 B2B出口报关业务 实施海外仓出口便利退税措施 建成跨境电商进口退货中心仓 一海而生 向海而兴 天津将发挥好区位优势 和自贸区先行先设的政策优势 借助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的契机 加快建设贸易强势 落实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 促进港产城功能有机融合 相互赋能 良性互动 持续推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